给大家介绍两款打包钳 都叫打包钳 但是它原理不一样 这一款SD216 它是针对PETPP带电热式把它粘到一起的 这一款R19 它一个是宽度可以用到19宽 第二个它的原理是摩擦粘合式的 两个对比起来就是说 这个在粘接的时候是有烟有味道不太好闻 这个摩擦粘合式的话是无烟无味 更环保效率更高 两款我们都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是电热式的 你看它是把它打包在融化了 好融化之后稍微冷却一下 不要马上松前着 好这个是已经可以了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摩擦粘合式的 它不需要等 而且也是无烟无味 最关键的粘出来的袋子 是更饱满更漂亮的 看一下 这个是摩擦粘合式 这个灯闪完之后就可以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接头 这个是电热的 这个是摩擦粘合的 如果说你在选这两个机器 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我的建议是 量不大的客户 就是小桌房家庭用户 偶尔打这种袋子 一天就是几个几十条的 你可以用这个电热钳 还是没问题的 如果量大 想追求这个打包的效果好的 你就了解这一款 219 这两个我们都是有货的 也可以单独卖给你这个钳子 也可以帮你配收紧器 组合的我们都有 凯比奇包装 大家推荐两款简易型的打包机 都是不超过1000块钱的 非常适合那种 又不能用金属扣 又需要这种免扣式打包的 而且用量不大的客户选择 你看我们这第一套 是电热式的 这个是一个拉紧器 用这种电热的前面 一定要稍微留长一点 不留长的话不太好操作 这个是收紧 收紧了之后 这个电热前的话 使用的时候 需要预先插上电 要等个3到5分钟 那个温度才起得来 你看使用的时候 我们要先把这个上下分开 然后把这里让它烫一下 冷却 就是这种钳子用的时候 不能马上把钳子拿走 必须要加住 让它冷却一会儿 现在差不多了 这是电热钳 打包量不大的客户 你选择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这个R219 摩擦粘合式的 打包量大 对打包出来的效果 就是要求比较高的 你就选这种R219 摩擦粘合式 它是无烟无味 而且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你看一下它不用等待 这个是R19 看一下这个焊点 颜色也没变黑 它这种来摩 这种电热的 你看它直接是烫黑了的 对这个要求不高的 你可以进行这个机子 这两套机器 我们是都可以 就是说 整套提供 连拉紧器 或者你有拉紧器的 可以直接买这个电热钳 或者是焊接机 都可以的 对这个焊接机 你不要跟着 我现在的电热钳 不是 它是烫黑了 它是烫黑了 它是烫黑了